大家好,我是Ricky 今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题目是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Receivable Management 營运资金管理 应收账款管理 我会利用一题 ACCA历界市题部分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类型的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题目 或者看题目之前先看题目的要求 好,题目要求就是要计算和给出意见 就着以下以上的Proposed Change 改变,而这个改变就是应收账款的改变 会不会被接纳 换言之,以上的资料就是提出改变应收账款的管理 由现有的程序改为新的程序 而新的程序会不会带来公司的得益 导致到公司透过应收账款的改变 而被接纳 我们来看看题目的本身 排目就是有关应收账款的管理 一家公司提出一家公司 提出一个早还款的折扣 1%给他们的顾客 而这些顾客 如果这些顾客30天内还到款 就有1%的折扣 同时透过改变这个营运程序 而维持最多平均还款期60天 如果60天内还款期60天内就没有折扣 而预期接纳1%的早还款折扣 当中有25%就会接纳这个折扣 换言之 即是有100个顾客 内有25个顾客 就会接纳30天内还款 取取这1%的折扣 而亦都期望它的行政和营运费用 可以省到753,000每年的费用 省到的费用由于改善了它的营运程序 提出了以上的提早还款期 还款期提出1%的折扣 而这家公司WQSET 它的营运程序 现时是87.6M每年 8760万每年 而它现时的应收账款 是18M 1880万 而它的营运程序 就不会有期望有改变 透过新建议应收账款的管理 换言之 即是提出早还款1% 就不会影响到 它现时的营运程序 即是说 营运程序仍然维持 7,760万 87.6M 维持不变 而这家公司的短期财务成本 每年是5.5% 我们来开始处理这条题目 我们处理这条题目 必须有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 这家公司改变了的策略 而改变这个策略的得益 新增的得益 相比起新增的成本 作比较 如果新增的成本 大于新增的成本 如果新增的得益 大于新增的成本 这个策略在财务上 就会被接纳 相反 就会被否决 换言之 incremental benefits 会大过incremental cost 而这个策略就会被接纳 换言之 这条题目就是要计出 这家公司改变它的应收账款管理 带来的得益 以及牵涉到相关的成本 作比较 即是向这个方向 benefits和cost 作比较 首先先看它现在应收账款收数期是多少 即是说 这家公司改变它的应收账款管理 提早收了钱 提早收钱就是一个benefit 现时应收账款的balance 是18个million 现在看到了 现时的trade receivable 是18个million 除一除它全年的share seal 87.6个million 然后再乘回一年内365日 就知道它现时应收账款的拖欠期 而题目都看到了 它全年的share seal 的数是87.6个million 运算过之后 它应收账款的share seal 现时是75日 再同这家公司建议 改善的应收账款管理 改善后应收账款的日子是多少 就得知它额外的benefit 是多少日 我们来计算 提早还款 30日 有20% 的顾客会还 而剩下70% 依然维持平均60日 题目都看到了 平均由75日 早还款 平均 平均由75日 12.5日 换言之早还了的日子 化为金钱 值多少钱 现时未改变的应收账款 现时就是18个million 而改变后的应收账款 先看一下它全年的share seal 是87.6 成为52.5日 这52.5日 刚刚计算出来 改变了share seal的还款期 再除回全年的365日 换言之 改动了的应收账款 就是变了12.6个million 换言之 现时18个million的应收账款 减去新改动的应收账款 12.6个million 相减之下 就是5.4个million 而这5.4个million 即是减少了它的应收账款 换言之 即是早收了5.4个million 而这5.4个million 而这5.4个million 亦变了减少了的财务成本 即是5.4个million 乘一乘的财务成本 每年5.5% 题目都看到了 它的财务成本 就是每年5.5% 乘一乘之后 就知道省到297,000 除了财务成本省到之外 题目都提及到 亦都每年省到 行政和營运成本 每年省到753,000 每年 换言之 即是第二件 benefit就是 cost savings 753,000 总数是1050,000 另外 看下它大楼的cost 成本有多少 题目都提到有一个项目 就是提早还款的折扣 这个折扣 就会给股客 早还款期 早还30日 就有1%折扣 那么计一计 现时它的稀销就是 8760,000 当中有20% 就会接受1%折扣 换言之 换言之 在这里运算之下 1%折扣大楼的成本 就是219,000 换言之它的剩得益 就是将1050,000 减去219,000 得出831,000 而这个数值就是 净得益 就是说 这个benefit 是大于它的成本 所以这间公司 改动它的应收账款的管理策略 就会被接纳 在财务上 因为有一个净得益 带来公司的价值 如果大家同学 面对这类型的题目 有关于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的话 要从题目中 要找出相关的benefits 和它的cost 然后再一个比较 如果有一个let benefit 就会接纳这个strategy 相反 cost 大过benefit 就不会接纳 这个改变在财务上 在benefit 当中 亦都要留意 当中 会不会有一个opportunity cost 机会成本 如果有机会成本 亦都要放在下去 作为一个cost 而这条题目 就没有牵涉到任何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 包括放弃现行的得益 去换取新的策略去执行 作为一个决策 Decision Making 影片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